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大家好我是编冻 那看到这个标题相信大家应该都很疑惑 为什么下个礼拜我们可以拿到四张的TGA 这边我们就赶快来跟大家算一下吧 首先我们在这个礼拜可以去购买的Gamma Coupon礼物箱 它这个是用600金币就可以去买到 每个人都可以去买 那它这里面有一张Gamma Coupon的特殊变身觉醒 还有一个特殊娃娃觉醒 这两张都会在1月10号的时候才会开放使用 毕竟这两个东西呢 它算是这个礼拜才结算嘛 所以正常的使用时间就是往后延一个礼拜 这个是正常的设定 再来之前有一个特殊变身觉醒 它还没有办法使用对吧 那目前为止在这个礼拜也是没有办法使用 所以呢预估下个礼拜最快应该可以在下个礼拜去使用它 这样子的话呢 目前总共算起来就已经有三张 那么最后一张在哪里呢 就是在我们的签到的最后一天啊 如果说你有认真去签到 每天签到的话 在下个礼拜应该就会拿到这张Gamma Coupon的圣物 那这个圣物呢 在说明里面它也是有特别提到说 是在2024年的1月10号 维护之后就可以开放去使用 看来已经很久没有同时拿到四张 这个TJ在那边玩了 如果说到时候我们开台的时候呢 你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尬TJ的话 欢迎报名我们一起来开台来尬TJ 你只要在我们直播的时候留个月 或者是扫我们左下角条码呢 就可以来报名了希望大家都可以TJ成功 那这个影片呢我们就简短的分享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 Bye